哪怕只有八成功力的孙颖沙照样能拿冠军 4比2击败王毅迪 孙颖沙夺得了澳门冠军赛的女单冠军 这也是孙颖沙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第一个冠军 而且这一切还是孙颖沙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完成的 用一句篮球场上的常用语来说 你永远可以相信孙颖沙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孙颖沙的夺冠之路 沙沙先是一人单挑韩国女拼 相当于打了一个韩国队内循环赛 结果把整个韩国女拼都灭掉了 接下来的半决赛孙颖沙对阵张本美和 沙沙虽然最终赢了 但是张本美和也确实给沙沙带来很大的挑战 也消耗了大量体力 决赛中面对淘汰王满玉士气正佳的王毅迪 孙颖沙没有丝毫手软 在两人的高速对抗当中 孙颖沙也最终笑到了最后 仔细回头来看看本次冠军赛 你就会发现 孙颖沙似乎在把所有比赛都当做一个个的实验场 针对不同对手采取不同的办法 尤其是在与张本美和与王毅迪这种 实力相对接近的选手比赛时 沙沙更加强化或者尝试新的战术 比如前三板进攻以及反手边线等等 也就是说孙颖沙在绝对实力领先的情况下 还在寻求不断的进步 让自己把劣势变成优势 对于所有的女拼选手来说 沙沙的做法是可怕的 而对于球迷来说 沙沙做法是可敬的 夺冠后的孙颖沙先是夸奖了王毅迪 他说王毅迪的状态非常好 而且两人啊 彼此非常熟悉和了解了 孙颖沙还吐露了自己赢球的两个秘诀 一个是放低姿态 比赛前孙颖沙就想着要拼王毅迪 珍惜每一分 打好每一分 另一个秘诀就是要通过比赛来找状态 因为自己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啊 一直在东奔西走 参加各种活动 也没有系统训练 匆匆来到澳门就开始打比赛了 所以沙沙只能以赛带练慢慢寻找状态 可以这么讲 现在的孙颖沙只有巅峰时期的八成功力 但即便这样 沙沙也能凭借着过硬的基本功 不断变化了战术 以及超强的现场解析能力 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 最终拿到了冠军 获得亚军的王毅迪也值得尊敬 在巴黎奥运会周期啊 王毅迪也是一名 让人十分逆难平的区别 要说绝对实力 大敌绝对有 但是呢 在奥运会的前一年 大敌竟然多次输给外协会选手 尤其是主要对手日拼 因此他还失去了女单选拔资格 虽然最终以皮卡身份 入选了巴黎奥运会的名单 能够出场 新的奥运会周期开始了 在外界看来 新周期还是孙颖沙和王毅迪的天下 不过呢 如果陈梦当真不回归 王毅迪依旧有很强的竞争力 从大敌本次大赛的发挥来看呢 他的训练备战都做得很不错 本届澳门冠军赛 王毅迪一直到决赛前 所有比赛都是零风对手 哪怕是碰到王满宇也是如此 当然了 王满宇有伤在身 这个结果呢 是个例外 不过士气爆棚的王毅迪 还是没能闯过孙颖沙这关 即便如此 打敌的发挥已经相当刻意了 新的奥运周期 王毅迪已然有了新的气象 乾坤未定 国平 人人都可能是黑马呀 您说呢